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记 我是老汤 正当全球高度关注尾巴冲突之际 俄军在乌东的阿夫迪弗卡展开入东之前的一次大规模进攻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俄罗斯动员了八个作战旅将近四万人 企图吃下这个还在乌克兰掌控中的城市 但是部署在附近的乌克兰第53机械化旅 在无人机的空中警戒下 发现敌方装甲车正在快速推进 然而俄军并不知道 已经进入到第53旅早已步伐好的反装甲雷区 电后的第二辆装甲车马上成为乌军的目标 突然一阵火光冲天引起前车的注意 这下俄军才反应过来 糟糕 这是闯入乌克兰部队设下的陷阱区 急忙掉头准备按原路撤退时 第53旅岂能放过这辆俄军的BMP步战车 再来一次精准打击 直接宣告报销 一口气打掉俄军两辆步战车 乌克兰的情报显示 这两辆打头阵的步战车 隶属于俄军精锐的第90坦克师 全师建置三个坦克团 一个魔步团 一个自走炮团 和一个火箭炮兵旅 不但火力凶猛 也被赋予打先锋的重任 同时配合俄军航天航空兵 执行空地联合作战任务 却让乌军打了个一箭双雕 乌克兰第53旅旅长上前来视察 并且慰问官兵的武装部队总司令 扎卢日尼报告 仅仅在10月24日这一天 乌军至少击落俄军一架苏-25战斗攻击机 摧毁110辆装甲坦克及各式军车 同时消灭18门火炮 以及超过12辆多管火箭发射车 乌克兰军方粗估 从10月11日阿富迪夫卡爆发围城战以来 俄军已经损失了218辆坦克 426辆部战车和至少400门火炮 官兵阵亡8970人 平均每天折损将近1000人 战场一线几乎都是俄军的遗骸 乌克兰透露 俄军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战损 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俄军的增援主力是由风暴Z部队担任 这支部队的成员清一色是从监狱招募入伍的受刑人 他们并不具备纯熟的战绩 而且执行类似于赶死队的任务 为正规的作战部队开辟战场通道 第二点是俄军采取挖地道的方法 试图出其不意地连通乌克兰阵地 或是更接近防守据点 和乌克兰部队来一次近距离的正面交战 俄军的这种做法虽然一度造成部队的慌乱 但是乌军很快地就发现这种战术的缺点 因为地道狭小 而且没有可以躲藏的空间 只要在俄军可能现身的出口处做好准备 围歼一支突袭小分队就变得简单多了 即便如此 俄罗斯也对居民区采取猛烈的炮击和空袭 为了保护平民的安全 军方也已经协调警察部门协助百姓撤离 以免他们成为战火下的受害者 只不过无情的战火已经把当地居民仅存的希望 全部化为灰烬 这批还留在老家的长辈们 不得不收拾起简单的行囊 跟着警方撤离到安全的地点避难 当地百姓向媒体叙述 现在的阿夫迪夫卡几乎就成为第二个巴赫姆特 他们能感觉到俄军似乎想在阿夫迪夫卡开辟一个新的绞肉战场 无论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俄军几乎没有停止在阿夫迪夫卡的猛烈攻击 以遂行他们占领这座城市的目标 另一方面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也来到东部战区 听取指挥官对战事的简报 余晖人士透露 邵伊古向部队主官信心喊话 强调乌克兰部队在俄军的勇猛进攻下 已经越来越没有希望 言下之意是说 乌克兰部队只剩下两条路可走 一是举白级投降 再不然就是全数阵亡 至于俄军在此地遭遇到的重大挫败 邵伊古并没有多做琢磨 只是叮嘱部队干部 随着冬季即将到来 各级部队一定要做好保暖准备 每一位官兵都要换上冬季作战服和战斗靴 同时要提高无人机的操作技术 让这些装备在战场上发挥功能 并且为官兵提供有效的保护 军事观察家分析 从邵伊古出现在乌东前线的情况来看 俄军在这个地区的战情应该出现了变化 否则高层要关心的是南部战线的发展 毕竟乌克兰在收复罗伯纪念之后 目标直指托克马克 俄军能不能守住 攸关克里米亚半岛后勤补给线 能否安全无虑畅通无阻 在乌克兰军方极机密的安排下 美列社记者获准跟随陆战队 采访这次执行登陆地涅薄荷左岸的任务 队员们搭乘至少三艘橡皮艇 准备进入70%都在俄军控制下的赫尔松 为乌克兰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建立摊头堡 就在这支部队出发没多久之后 马上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基于对军事行动的保密原则 美列社并没有公布乌克兰陆战队的登陆地点 只表示在交火过程中 陆战队员击溃了俄罗斯守备部队 并且在一处隐秘的地点完成前线指挥中心的部署 并且在第一时间交由无人机操作手 追击在战斗中溃败的俄军 以巩固指挥中心周边的安全 尽管在这一次登陆敌后的战斗中 乌克兰陆战队也有好几名队员负伤 不过在同袍的保护下 全数后送野战医院接手治疗 化名为牧师的陆战指挥官表示 他所指挥的这支部队都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因为他们已经得知 俄军在阿夫迪夫卡战役中 遭到近万人的重大损失 而且情报显示 防守在地涅伯河沿岸的俄罗斯部队 士气上似乎有所浮动 因此决定趁此机会展开突袭 依据目前的情况判断 溃败的俄军可能在短时间内 难以再有新的进展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